东兴便利商店现在有了新的帮手 他们利用机器手臂 在狭窄的质货走道精准放置饮料 这是日本便利商店最近推行的科技技术 希望能解决当地日益严重的劳动力短缺问题 我们的目标是 给人们的重复工作 所以我们想 在新冠疫情期间 AI人工智能就显得越来越重要 它能减少人与人接触 进一步防止疫情传播 对于便利商店而言 这些饮料冷藏区 有时候也冷得让人待不下去 推出这样的机器手臂 就能更方便员工执行任务 目前日本一万六千家便利商店中 有三百家店面开始使用机器手臂 每天可以协助补充一千瓶饮料 都会有两千瓶饮料 现在我们的主要是 我们的主要是 如果我们的主要是 还有一个主要是 在家里的主要是 我们的主要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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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